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德 各位朋友 南无阿弥陀佛 在这集中 我们继续交流淨土法门念佛的问题 这集交流的主题是 只是念佛就能够往生 有没有那么好处 在这里 门学可以负责任地和各位保证 我们依照善道大师的教法 得到的利益就是必定往生 如果你依照其他的解释 那就未必能够往生 因为摄拾的根基不同 比方说 我们经常都听到那句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哭破喉咙也枉言 很明显 这个是受到时不忠的影响 它不是为了引导 好像我们这些网上纷飞的凡夫 不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去说的 我们当然就得不到大利益 如果你听了 你信了 你就会往生不定 你就会打退堂鼓了 往往很多弘扬淨土法门的法师和居士 对往生淨土自己设立了一些不同的标准 比方说 你念法如果达不到一心不乱 至少都要达到功夫成片 达不到功夫成片呢 你最少都要达到功夫成串 或者你要把握好临终的一念等等 总之 它们认为达不到这些标准 就不能够往生了 那么这些往生标准呢 这一样不能够往生 那样又不能够往生 总之 千万个理由不能够往生 它们日日都在宣传那些不能够往生的教法 那就搞到大家念法 念到神经很紧张 终日惶恐不安 如果按照善道大师的淨土思想 就没有这些障碍了 没有这些恐惧和担心 在《无量寿经》里面 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菩萨 他就发愿 他说 吾誓得法 普行此愿 一切恐惧 为作大安 意思就是说 我法藏 法誓 当我成佛的时候 我要消除众生的一切恐惧 为众生作大安心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恐惧是 我这么多烦恼怎么办呢 我念法不够清静怎么办呢 我临终的时候 如果保持不了正念又怎么办呢 这些是我们的烦恼 阿弥陀佛都知道 阿弥陀佛早就为我们安心了 善道大师已经将阿弥陀佛的原心 完全地展现了出来 善道大师告诉我们 清明念法是正定之业 没有任何不确定性 一定能够往生静土 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真实不虚 清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必定往生 好 不如我们再看看阿弥陀佛的本愿是怎么说的 他说 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成佛 我要救度十方众生 十方众生只要信受我的救度 原生我的淨土 清念我的名号 那我就一定能够令他往生来我的淨土 如果做不到 我就不成佛 不过犯了五亿重罪 和那些诽谤佛法的众生 就不在救度之列 善道大师将阿弥陀佛的本愿 和成就文进一步解释 他的解释是这样的 意思是说 如果我成佛 我要救度十方一切众生 十方一切的众生 只要清念我的名号 就算临终的时候 就算临终的时候 才有机会听到这个救度法门 就算他只念了十声佛 我都一定帮他往生来我的淨土 如果做不到 我就誓不成佛 现在法藏菩萨已经在极乐世界成佛 叫做阿弥陀佛 由此可知 他当初的誓愿已经实现了 任何众生 只要清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一定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善道大师的解释 很明确 一点都没有复杂 人人都听得明白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我们将善道大师的解释 和大十八愿作一个比较 就会发现 善道大师是用 清我名号去解释 自心信乐 欲生我觉 在大十八愿的愿文 自心信乐是信 欲生我觉是愿 而善道大师的解释 清我名号是行 信愿行各有不同的类含 为什么善道大师 用清明之行 来对替解释 信和愿呢 我们看看善道大师 对这句万得鸿鸣 拿摩阿弥陀佛 他的解释自然就明白了 他说 善南无者即是归命 和阿弥陀佛为体 最后落实在清明 信就是信清明必生 念念清明 念念中 自然就引发愿生之情 所以善道大师 善道大师直接就说 清我名号 让我们无得胡思乱想 因为我们都是凡夫 又无智慧 通常会想 到底信 信什么 信到什么程度 圆往生 要怎样的圆法 搞到人很混乱 比方说 有一个人 他饿到快死了 你不用跟他说 那么多的大道理 你给他一碗饭 给他吃 他自然就有信心 对不对 我们清明 清念这句 清我名号 就好像直接给他饭 给他吃 善道大师 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他从来都不会故隆缘虚 他不会使我们 落在自身这一边 不会使我们妄家猜想 他经常说 只要清念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上尽一形 下至十声 决定得生极乐淨土 他用清我名号 解释这个自身信乐 和欲生我国 可以说是直切根本 非常明了 毫不含糊的 这个是通过文字 直达本质的解释 这种解释 只有弥陀化身的善道大师 才有智慧说得出来 接下来 大师又用下至十声 来解释乃至十念 在历史上 很多人对这个乃至十念 解释得非常复杂 众说昏文 善道大师历排中耳 他将这个乃至十念 解释成下至十声 他这个解释 主要是根据 《观无良寿经》 《下品下生》的经文 《下品下生》是一位 犯了五逆十恶重罪的人 在临终的时候 遇到善知识教他念佛 他只是清念了十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顺利往生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 一向专称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顺愿行举足 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淨土 好 时间差不多了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